哈嘍 大家好 我是凌官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囉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喔 接下來德群師傅也要分享 健康美味好料理 今天要把豆腐乳拿來燒雞肉 對 這邊我們先把雞肉下來 把它稍微炒一下 豆腐乳也是黃豆啊 對不對 因為它是豆腐然後發酵 我覺得這個東西超好用 我先把它拿下來把它 這邊把它煎香 為什麼說超好用 豆腐乳我們現在很少人 直接豆腐乳拿出來吃了 以前是配稀飯配飯為家 現在沒有人這樣用 可是現在豆腐乳你買回來 你要幹什麼用呢 其實它可以取代很多的醬料 比如說像吃火鍋 我家吃火鍋 我小孩子超愛吃沙茶醬 重口味嘛 對 沙茶醬我們都知道 沙茶醬又油然後又不好 所以我很習慣就是買回來之後 像我都買這種整罐的 對 豆腐乳 然後你要買的時候 你買這種甜酒那樣的 它的風味特別好 特別沒那麼鹹 然後直接均質雞把它打成泥 這一罐醬你可以拿來炒菜 燒魚可以拿來做沾醬 可以拿來做涼拌 涼拌都可以 雞絲 涼拌雞絲 你拌黃瓜 然後加你這個 什麼都不用加就加它就好了 非常非常好用 所以一般我們都會 像很多人就是不知道說 我買來到底能怎麼用 就是你買回來就是把它打成泥 我們很多婆媽媽也會用這個炒 那個譬如說葫蘆空心菜也可以 對 對 所以說它可以燒 燒魚燒肉 然後燒菜 燒菜 涼拌 對 像安娜老師那個茄子 你哪用這個燒 非常好吃 然後就是這邊我們炒到這個變白了之後 然後我們把薑末下來 好 蒜末下來 然後 紅田椒也可以就下來了 好 那我們今天燒的是這個俘魯雞嘛 對 然後 這些東西都可以一起下來 這個是煮水 筍子先燙過 用水先把它燙過 所以這個是熟的了 熟的筍燙過筍子才不會說會苦掉 好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加你這個俘魯醬 記得就是你買回來要把它打碎 好 然後依照你的這個需要的份量 嗯 然後加燒辛酒 嗯 然後 加一點點的水 這邊我們大概燒它個五分鐘 那我們來看一下師傅這個 哦 俘魯雞 對 讓它那個醬料跟食材融合為一 然後把它燒一燒之後 我們用一點點的太白粉水來勾個薄芡 其實因為我們那個豆腐乳的味道已經很好了 基本上就不用再什麼調味 這樣勾個薄芡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一下 肉非常的批嫩 豆腐乳加進去那個風味真的是提香很多 它裡面含有一些發酵的這些麴菌 而且這些豆腐乳其實它裡面發酵完之後 會產生一些那個卵磷子啊 一些好的一些優質蛋白質好吸收 所以它其實增添這些就是營養素的部分 我覺得非常棒 然後整個配起來的時候也是非常的配飯 我覺得推薦給民眾這樣料理試試看 那今天講的這些味噌也好啊 豆醬啊 豆腐乳 我覺得它都是很適合四季使用的喔 而且其實它有一些就是針對腸胃很好的一些功效 那我有一個門診的患者 它也是大概是一個